那如果我們處在一個這些 不管是生活壓力大 經常熬夜 凡事講求完美 它這個縮放的功能 一點都不協調 肌肉可能處在什麼叫筋卵 你肌肉已經筋卵過抽筋壓 它就整個是緊繃的 你沒有這種很漂亮的律動的時候 它大便是傳不下來的 就會出現兩種情形 一種就是 就是一直腹瀉 一緊張就腹瀉 因為你沒有辦法很收縮的規律 第二個就是習慣性的一個便秘 對 我們與其說靜卵性 我們會把它換一個方式 它根本不會動 靜卵這樣它會還在抽筋 它是完全不動了 停住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看到有 他就是去看西醫 或是拿X光片來 他是說他比方說 他是脊椎側腕來找我們 我們說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大便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大便已經塞到了 乳房下面 倒著胸骨 像你有吃過大腸 有些大腸 糯米腸很大一天 有些是很小一坑 它的大腸就是已經裡面 塞了很多的糞便到這邊 我們所謂的這就是一個 比較不快樂的 比較壓力的 比較不能放鬆的 所以這方面的話 我們會建議用一些茶飲來幫忙 茶飲 對 比方說因為他已經不能用蟹藥 這些人他已經用蟹藥用太多了 可是我們會藉由這個叫做玫瑰花 一個是紫玫瑰花 一個是紅玫瑰花 誰跟你說蟹的 是 已經說快的 我差很亂講好嗎 玫瑰花只是說喝一顆 是啦 所以你泡玫瑰花藻的時候 就會一直線嗎 不會啦 放鬆 放鬆 對 放鬆 讓心情愉快 再加上一個相互事 相互就是我們相互在中醫 是女生非常重要的是 理胸 斜 腹 胸隔的不順 你很多對老公的不爽 對老闆的不爽 就可以放鬆 情緒壓力 放鬆之後 就跟洪醫師說的一樣 他其實他沒有便秘 他搭出來還是一樣是正常的 他就搭不出來的話 他可以藉由他 這一種這麼好用 是的 而且他本身沒有任何很大量的 像泄藥的成分 它是作為輕泄按緩泄的作用 所以是平常喝就對了 是的 這一類的人 其實給自己的壓力都太大了 我們講說他凡事都要求完美 他大便也要求完美 所以這裏我覺得 這裏要求太嚴格了 他會壓力很大 可是你很緊張的時候 我們講一個人在很緊張的時候 是解不出來的 你就要蹲蹲蹲 蹲五分鐘 所以我建議說 假設你蹲五分鐘 他還是沒有打那個電話 沒有人告訴你 你就起來了 再去活動一下 放鬆一下 因為你硬似那邊蹲 蹲得越久 腹部越用力 他就是沒有便意 最後就是你知道 這類便秘的人 其實他都叫做 那個叫靜脈曲張 我的肛門這叫做痔瘡 就會 比如說我們這樣蹲越久 越用力的時候 那痔瘡就會越嚴重 越嚴重的時候 他會壓縮到你肛門 更不容易排便 所以這類的話 我們講說當然是 大家要去蹲蹲蹲看 固定一個時間 去蹲蹲看 可是如果蹲了五分鐘 十分鐘 他都沒有打電話來 你就起來就不要再 就放棄了 對 然後要學 倒是用一些比較健康的方式 我覺得如果是壓力來 你要學會紓壓 紓壓的話當然是講 運動 按摩 或說你自己覺得 泡泡熱水澡 看韓劇 可以都像一個紓壓的 對啊 打老婆 他真的有幫助是不是 有 心情就好了 對啊 好 不過飲食上面 可以幫助這種便秘 你們靠飲食就好了 對啊 什麼都可以 打了泡澡就好了 你們就可以外貌協會 協會就好 可以 其實像這種類型的便秘 一樣也是要補充膳食纖維 可是這時候是補充適量就好了 我們標準是剛剛講 25到35 所以這個大概補充在 25公克的膳食纖維就好了 但是盡量就是要讓你這個 是有保水性的 所以這時候補充是要 水溶性膳食纖維偏高的食物 像這邊在主食類的部分 就可以挑選什麼 配亞米 就是把外面那一層殼去掉 但是它還留第二層 這個就是它的膳食纖維是比較適合 而且它的水溶性含量 水溶性含量是比較高的 盡量讓我們的分泌是有 保水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肉類一樣 就是一樣的原則 也是要選擇高油脂的 那蔬菜的部分呢 就可以挑選像一些胡蘿蔔 花椰菜或者是海帶 這一類的就是可以 一樣就是調節我們腸道的 就是讓它保水性是比較高的 那再來水果就是香蕉 水梨跟蘋果 那蘋果的話呢 建議大家一定要 就是連皮一起吃 因為那個水溶性膳食纖維 主要就是除在我們的皮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清洗乾淨 然後挑沒有上辣的 對 點心就可以選擇一些 像洋菜凍或者是寒天 這種就是屬於我們的 水溶性膳食纖維 它保水度都是很高的點心 那不要加太多糖 就是可以加一點點代糖 去自己做這個點心 那它還有一個禁忌 就是要避免 就是高刺激性的食物 譬如說酒精 濃茶 辣椒 或是咖哩 這種刺激性 就因為你的腸道 已經在一個筋軟的狀態了 就是不要再去刺激它 然後再來 一樣就是還要搭配 盡量就是在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是可以喝一杯 大概500cc的一個溫開水 可以刺激我們的腸道蠕動 然後就是還要維持 就是比較好的一個運動習慣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 我們這個筋軟性便秘的問題 好 這個準則大家要遵守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三種習慣大家看一下 還有便秘問題 實在很多 這個包括了沒有吃早餐 那麼會偏食 不愛吃蔬菜水果 也很多人 另外習慣三就是放假 喜歡躺在床上 也很喜歡 就發懶了 這三種不得了 來 應該大家都有 對啊 先來 我以前就是工作站櫃的時候 早上起來 都來不及上班都快遲到還滿 還有時間吃早餐 對啊 我以為最有可能吃早餐的是上班 沒有 因為都會睡到最後一秒 對啊 你願多睡一分鐘 對 我們有時候在捷運上 還在貼假睫毛 那些 吃早餐吃都沒了 而且你知道我們通常就是中午放飯時間的話 我們就是去樓下 可能辦公室附近的 就那幾家 對 就吃一吃 然後有時候蔬菜水果量真的很少 就為了心安就跑去買一些什麼 外面的果菜汁有沒有 就喝一喝 可是其實你知道 那就是喝心安的啦 因為畢竟那是就是 而且很甜 它都過濾好了 只有果汁又沒有吃 對 就會覺得只是心安而已 所以根本不太可能有蔬菜水果 而且晚上回到家其實 你要我們自己去洗水果 切水果 哪有可能 那種類肚子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放假就是 放假 所以放假我們都是一整天 就是他在床上 平常都站得要行動 可能放假還會 其實不要說放假 現在有的時候把小孩送去學校之後 就會回到床上 就可以看韓劇嗎 那好不容易是自己的世界 對 然後看看 該接小孩了 就是一整天 時間過很快 對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達明哥每次都會說 你過來看 這床上都已經有一個人 就在床上都已經有一個人 然後他在那邊都不動 就沒有運動 所以就真的 有的時候就因為這樣 所以可能腸子也就不動 是 所以這三種習慣 如果你有符合什麼類型 來 好 我們來看 這便秘的類型是所謂 遲緩型的便秘 遲緩 感覺就是好慢好慢 沒錯 遲緩型便秘 這個我們臨床上其實蠻常見的 遲緩型便秘 它其實我們知道我們的 我剛剛有解釋那個蠕洞 它必須靠一些神經的刺激 刺激我腸子的平滑劑 去做這個蠕洞 這蠕洞變得好慢好慢 在什麼時候 我們有人腹部開刀有沒有 開完刀之後 他說什麼時候可以進食 你開始放屁有沒有 因為我們打了麻醉藥 它會讓我們腸子完全靜止不動 它不動的話 它所有的它都不會做這樣排便的一個功能 為什麼沒有吃早餐習慣呢 我們知道嗎 我們晚餐吃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入睡眠 我們腸子也在睡眠 什麼時候刺激它 它開始喚醒它的蠕洞 就是我們開始準備吃早餐 你從嘴巴進去 它就開始反射 就開始整個蠕洞 你不吃早餐 它就繼續睡懶覺 你醒來了 它還在睡覺 為什麼不愛吃青菜水果之類 也會產生你知道嗎 刺激除了我們講說蠕洞 事實上纖維 我們知道吃粗糙纖維 但我們腸子裡面 它就會刺激我們腸子蠕洞 你如果不吃纖維的人 或是說那種叫做 營養不良偏食的人 偏食的人 我們知道腸子要蠕洞 神經跟肌肉功能 就要正常一些必須胺基酸 一些礦物質 電解質 這些都必須要 如果沒有的話 它很容易出現 放假時候就喜歡躺在床上 為什麼我們按摩的時候 你按摩完 你如果說可以拿個聽診去 去聽你的肚子 按摩完之後 運動完之後 你腸子蠕洞就增加了 所以這種遲緩型的 其實都是缺乏這類的刺激 就會你的腸子就很緩慢很緩慢 明明比如說我們講 我們吃進東西排出去 可能36到48小時 你很緩慢 你排出來之後 可能是72小時 甚至更久的時間 它就吸了水就更多了 那就更硬 就更難排出來了 對 遲緩型便秘 終於怎麼看這個特徵 這是一個 最能讓身材走中的 一種便秘方式 二種便秘方式 二種便秘方式 一種便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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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屬於 這級便秘方式 рев番